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從小就很喜歡動物 到花齡之後就發現說 那我們現在農地 不管是你是修耕的也好 或者是正在耕作的這些農地也好 都使用了很多的殺草機 才覺得就是要解決這些平地的 這些野生動物的問題的話 其實就是不得不解決農業上的問題 我們整個農場一開始的規劃 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農民進來 習慣有機的更多方式 所以也希望說 就是這樣的方式能夠帶回到他們自己的田地去 就是種子進農藥 然後故意讓這些會造成農損這些鳥類吃 這個信仰在台灣的農業環境裡面是很普遍的很普遍的現象 幾年下來之後 發覺說其實有一些原來 其實其實在平地的有一些動物 面臨的問題還要嚴重而且急迫 歸咎它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的生活環境 它的棄地跟人的那些生活環境是重疊的 那平地會影響到也是農物最重要的原因 最大的部分就是農業 因為除了農業的不斷的擴張 還佔了很多原先應該 就是他們本來生活的空間這樣 我希望農民他們的收成 是可以讓他們很穩定地過生活的 那同樣我們也希望說 野外的動物他們也能夠很安全地過他們的日子 所以其實就是希望大家各退一步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像譬如說像這個芋頭 還有像我們那個玉米 那個玉米 早期的時候就是還沒有在做這些房屋的時候 就會被鳥吃掉 所以我們我們就會賣那個所謂環境自排玉米粒 就是鳥吃剩下的 像這樣的東西你如果進到一般的市場 其實沒有人要買沒有人會買 可是我們把我們這樣的這樣續集告訴消費者 也希望他能夠體認到肉 農民種的真的是很很辛苦 其實一開始就是想要自己來種 然後從這個種的過程中間 找到一個能夠解決生產生產與生態他們衝突的方法 那如果只是我們那塊田做到這樣子 其實那個其實是作用是不大的 真正跟生態發生衝突的就是這些農民 那怎麼樣讓他們改變他們的耕作模式 然後他們對這些環境的態度這樣子 對這個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 感谢观看